用言 经于大学新建的主顾圣母堂 12月6号上午 居心隆重的启用梅沙 主顾圣母堂的启用 是庆祝主顾修女会 在亚洲福传100周年最好的纪念 在苏耀文主教 将钥匙交给校长唐传义 以及校母沈纳蒙神父之后 由十字架前导苏耀文主教和共济神父 在儿众半方歌声中进堂 苏耀文主教说明了圣堂在大学的重要性 圣堂也是我们天主教大学 立校精神的全员及标志的所在 拥有一座专属敬奉天主祈祷的圣堂 让学生在陶子的过程中 不只给予专业的知识 也能唤醒并关照他们心灵上的需求 现在我们为这祭台和这座圣堂赋游 苏耀文主教也在弥撒中 为祭台和圣殿赋游 在凤香和启光旅之后 崭新的圣堂呈现在众人面前 教廷驻华代办 迦安道蒙西表示 大学是求智慧的地方 教堂是耶稣传道接近真理的地方 他说 我现在邀请你们常常来圣堂 不论如何是教友不是教友 都是被邀请的 了解一个没有书可以介绍的 了解一个没有书可以介绍的 了解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 仇意多年的祖国圣母堂 以拥抱世界万众合一为设计主轴 相信未来这是中台湾的新地标 更是文化的新亮点